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的心情 只有四字可形容非常害怕 闪过人声跑马灯 舒梦然一步步踩在冰上时 低头可清楚见到谷底岩石 同时伴随助踩破冰的咔咔声 尤其近七年不少观光客场发生意外 当地政府一大捞起 至少九十几辆汽车 好机从未游艇 以及一架小飞机 这让舒梦然想到就错 索性最终没事 舒梦然踩在捷冰湖面 东森提供舒梦然入境随俗 喝了一口费加二苦水 东森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